大家晚上好 今天很开心 而且也很荣幸 我们邀请到了 我们加拿大的一位 非常非常优秀的南钻石 很多伙伴都常会问我说 为什么杰斯的南钻石这么少呢 所以今天特地为各位 邀请到了这位非常优秀的南钻石 那今天的一位访谈人呢 是由我们台湾最年轻的一位钻石 也是一位帅哥 他是师奶杀手 那其实这位钻石呢 是以前是从事IBM的一个电脑工程师 后来他曾寄了家族的一个企业 是做整个室内设计 当他接触杰斯以后呢 他看懂了杰斯的整个商机 看懂了这个平台 所以他毅然决然把他家族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事业就完全放掉了 然后全新投入杰斯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让自己成为整个台湾最年轻的一位南钻石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 借由各位非常非常热情的一个能量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访谈人向家风向传 谢谢潘老师 谢谢潘老师 先跟各位线上的所有的嘉宾问声晚上好 然后也跟多伦多的钻石问声早安 那很高兴也很感谢平台再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也谢谢潘老师 也谢谢所有润的那个伙伴 帮我们做那个后台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 那也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今天多伦多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钻石 那我当初接到这个重则大任的时候 我就赶紧跟那个潘老师就是询问了一下 那个我们威廉钻石他的一个背景跟他的联络方式 他说我背景我没有办法赶快给你 我但是我可以给你他的联络方式 我马上就跟那个威廉钻石联系上了 那我后来才了解原来他也是台湾人 而且他是台南人 那他本身是其实出生在一个那个公务员的家庭里面 那其实他当时候有跟我聊到一件 我问他的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你会想要移民到加拿大学 其实他就其实他就谈到了他当初的那个梦想 那这个我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些介绍 就是他跟我讲了说 其实他从小的一个梦想 其实小学其实也没有什么梦想 但是到了初中他一发现 一开学的时候他的所有的朋友通通不见了 那一问之下他们的同学甚至他们的认识的人都到国外去游学 就是到国外去上课了 所以他那时候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将来我也想要出国去念书 这是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他大概在国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设立这样的梦想 可是呢他到了大概出了社会 他在台湾的全路 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伙伴都听过这样的公司 台湾全路很棒的一个公司 那他在这边做了大概20年之后 大概在民国50多年的时候 他就掌握到了一个 那个台湾经济起飞的正在往上爬的这个波段 他就后来就想说掌握这个机会 我就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那至于怎么样子的一个梦想 会跟怎么样他设定这些目标 我们将会在今天晚上的访谈当中 好好的来跟各位 跟那个魏连钻石来挖宝 我们先借重大家的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魏连老师 魏连老师 掌声 杰斯的家人们 还有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好 在这边借这个机会 很荣幸能接受潘老师跟Eric 钻石的邀约 在这边先跟各位问候一声 祝你们全家健康喜乐平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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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那个魏连老师 魏连老师那你再跟我们详述一下 就是你当初怎么会想要移民到 那个加拿大或多伦多这一块的这个心路历程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好的好的 正如Eric你刚刚提到 其实呢 我小时候有这个梦想 但是呢 由于父亲是 他是中国石油公司 在台湾共游 所以是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呢 那我们家是四兄弟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虽然过的是小康的日子 但是呢 想要有多余的这个金钱呢 我就可以看得到 父亲很辛苦啊 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全职的母亲嘛 照顾我们四兄弟 所以因此呢 我这个梦想呢 可以说是就是摆在心里面 因为不感觉 不感觉 因为大跟二哥都没急 那我根本就轮不到我的老三 因为我是排行老三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就有这个梦想 那么结果这个梦想呢 就一直深深的藏在我的心里 那么那个时候 我记得在 大概应该在六零 六零年那段时间 还不到七零年的那段时间 台湾的经济呢 可以说也才刚刚起来 也不算是特别好 那个时候 所以因此呢 我想 大半的人呢 都没有这个机会出国 但是呢 我是知道在美国加拿大呢 那个时候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那边的教育呢 是比我们亚洲稍微进步一些 所以这是我自己 个人一个小小的梦想 所以一直想要出国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 看看同学好朋友 然后怎么说呢 觉得哇 成绩不如我的都出去了 我总觉得好像落空了那一天 感觉 那这样子 这样说起来 其实您到加拿大 其实也好几十年了 对不对 大概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好 就我知道你到那边去了之后 好像是在帮忙 一开始的时候 是在帮忙做那个 就是自己 你是自己的公司吗 就是那个 做移民这一块的 是 我来到加拿大 本来呢 也是一样 要进入这个加拿大的全路 就是我们叫Zerox公司 它是一个全球公司 进入这个公司 但是后来呢 各位你们知道吗 我进了公司以后发觉 他们最新的设备 居然是我们在台湾 两年前就已经在台湾市场 推出来的设备 所以后来我了解一下 我发觉 哇 加拿大居然比台湾还落后 在这个设备的方面 所以我就是想 自己想闯个业 那时候就在寻求 但是因为呢 到了那边去呢 由于呢 各个方面呢 来讲话都排在 在一切在摸索中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呢 就寻找一个 这个所谓的商机 跟新的一个时机 那个时候呢 我就发觉 很多人都想来 加拿大移民或念书 那个时候大概是在 我现在应该是在 8086 8586的时候 那个时候 哇 那这样子 那话说回来 其实那我今天 我就很想要聊一下 就是说 当初你在自己 创业途中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 跟你分享 结识这一块 因为就我所知 你好像还有是 其他的一些 上市公司的经理 甚至是 其他几家 那个集团公司的 一个执行副总 甚至是董事 不知道是谁 跟你这么大的胆子 去开发你 那甚至他跟你讲了什么 让你觉得 这个结识是搞不好 是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情形呢 是这样子 因为我本身呢 各位都知道 我们早期 我在台湾的时候 虽然家里的环境 不是很富裕 但是呢 父母亲很重视健康 所以我们在早期 在台湾的时候呢 可以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可以说家里边 就很重视这个 所谓的健康跟保健 所以我们在 大概应该是在20岁上下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在吃保健品 虽然那时候 觉得不需要 但是呢 由于家 父母亲的一个 给我们的一个教育呢 让我们对这个健康呢 可以说是有了 这个很强烈的一个意识 所以呢 所以我到了加拿大来讲的话呢 一直都有寻求 北美的一个 很好的健康食品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也都是美国的高科技的产品 台湾 有很多美国的一些很好的公司 所以呢 我自己还是继续保持着这个习惯 那么 如果说 一定要讲跟结诗结缘的话呢 其实这边也不好意思啊 我必须讲我是在2009年 结诗公司成立的第二个月 那个时候我正好是被加拿大的公司呢 调配 调派到这个 把我派遣到这个加拿大 派遣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一家公司 也是生物高科技公司的一个股票上市公司 那个时候呢 我是负责把他们推展一些业务 那那个时候呢 在2009年10月多 可以说还没到11月 我记得这个很清楚 他一年 那时候才来的说 他那时候第一个就说 这家公司呢 刚刚开始一个月 如果你现在加入的话 就很有机会 可以在最前面 就用这个吸引我 但是呢 应该是这样讲 我只能讲 我那个时候呢 我并没有马上拒绝 我觉得新公司 好啊 我了解一下 后来呢 发觉产品也不 系列也不齐全 然后呢 公司又拿不出 任何的这个 这个数据 也拿不出任何的业绩 也拿不出任何产品的见证 那么唯一的 对 唯一的就是跟我讲说 你早点参加 你就会占了很大的优势 那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就跟他讲说 好 因为讲真的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做这个 这个管理阶层的 各位都知道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看一共公司有长远的发展呢 我个人是把它定位至少是五年以上 在五年以上 然后要根据他的 这个使用的这个见证 根据各方面这个数据 然后这种数据来讲的话 还不是只有台湾 也不是只有加拿大 必须是来国际向的这些数据的认可 然后呢 再看到公司的整个的一个系统制度 我们才会考虑 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当初的定规 所以因此呢 我应该是整整的等到2014年 我才正式启动 但是呢 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其实有陆陆续续的我的好朋友 各位都知道在洛杉矶 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直销网 很多直销的行业都在那边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有很多人有接触我 那么其中不乏有一些好朋友 那么由于不好意思拒绝 继续的让他们买来给我 其实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 我最早是没有参加 后来后来到最后的 我记得在 应该这个时间我就忘了 应该在我14年启动的前一两年 我就买了一套产品 正式的好好的 那个时候呢 产品慢慢的弃跌也弃全 我觉得说试试看嘛 既然讲的这个产品是一个细胞修护 是蛮新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这个个性从年轻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一些创新的东西 正如我当初在台湾加入全路的时候 也是一个创新的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全路呢 是一个复印机吧 各位在台湾的朋友们都知道 早期的时候我们台湾早期的时候 那个复印机的都是水蓝式的 然后印出来以后手不能碰 一碰的话它就散掉了 但是全路那个时候呢 是全球第一部土童子干事 出现在全球 那我那个时候呢就讲真的 我也不管它是不是销售公司 我觉得一个新的东西我就想了解 所以我就进入全路了 是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接触劫师的产品呢 是因为有一些陆陆续续的好朋友介绍 那么我会发觉每个人都介绍师的产品 那时候在2013年就开始在介绍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一次 而且呢 它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保健概念 就是细胞修复 所以这个就是吸引我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说穿了 其实是威廉串串 你是自己主动送上门的 对不对 对 应该是这样讲 对不起 应该是这样讲 产品呢 我经过用了以后 我发觉 我发觉那个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我应该是已经60多岁了 我发觉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讲真的我根本没有在意在这个行业上赚钱 也没有在这个行业上想要有任何收入 因为我想那时候在美国 我们那时候担任这个管理阶层的时候 房子车子公司都有负担 然后呢 收入呢也还可以 大概一万多块美金一个月 那这个薪水还算可以 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这上面行业想要做结诗 那么所以呢是因为产品 产品呢最让我感到说这个产品真的是在我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原因在哪里呢 是因为我后来发觉 因为我以前呢 每次到中午完了以后 回来以后 同事们大半都会有一个休息半个小时 我呢一定是会在房间里面把门衣冠 我会休息 后来我发现 一段时间 哎 我不想去躺在这个椅子上休息 然后我就想来走一走 后来我发现那些年轻人 四十几岁的人 三十几岁的人 都好像趴在桌上睡觉睡午觉 而我居然精神好得不得了 后来我发现 那么这个产品我才吃了大概不到半年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然后那时候就给家人吃 因为我的太太呢 身体一向不是很好 所以呢我就给她吃 结果没想到在她的身上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就发觉产品如果是确定很好 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 这时候才会吸引我 有兴趣来去看她的一个资料 原来如此 就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看到 我也看到就是您的那个微信的一些照片里面 您是全家很多人都在参与了解释 甚至就我那个潘老师也跟我分享 就是说您的公子也是红宝也是总裁以上 对那我想就是有伙伴就有希望我问一些问题就是 那你当初你是怎么去沟通你的家人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有没有给你抗争还是说拒绝你 那你怎么跟他们达成共识的 OK很好 Eric问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呢可以说我是很幸运 我一点都没有沟通 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只要我做任何事情 我太太永远都是在后面支持我 因为我想大概我们那时候在早一带的时候的教育 都是很顺服了 都是这样子大家互相商量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呢 没有遭到任何阻碍 那么至于您刚刚提到我两个儿子 我两个儿子呢 从小我就把他带到加拿大 那么他们两位呢都是多伦多大学毕业 然后我的大儿子是学商的 多大多大的商的 那我的小儿子呢 毕业以后硕士 然后还到美国修了博士 在马里兰州州立大学 修了这个博士 那么其实呢 我没有让他们来从事解释 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打心理 我觉得反正老爸都要退休了 那么加拿大也有一些退休的福利 我觉得在台湾全路赚了一桶金 到了美国做了这个 抓到了这个移民的趋势 在30多年前 抓到了亚洲一些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的这个趋势 我也赚了一桶金 我觉得可以了 不敢讲说是多富有 但是至少可以安享老年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鼓励他们好好的工作 那他们也确实蛮争气的 都担任了很好的一个 在加拿大 在各个大公司都担任很好的一个职位 那么主要的是呢 那个时候呢 我开始要启动件事的时候呢 不瞒各位讲 我是虽然认同这个产品 虽然在后台也看到了一个它的这个系统 但是呢我觉得 我必须要亲自 到这个美国总公司去考察 甚至还要 那个时候台湾的劫师大学 哇那个时候我听我的好朋友 如火如荼的介绍说 你一定要去劫师大学 我想说对 我应该不露 不露怎么讲 我们常常讲不露虎穴 生得虎穴 我都忘掉了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缤分两路 因为我的那个大儿子 他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嘛 他们英文呢肯定是比我好 他们的母语呢 可以做是英文 因为他们到加拿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幼稚园跟小学很小 所以他们的母语是英文 所以我就说 那儿子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你就到美国去考察 因为正好美国出了一个产品 就是两分钟去眼袋的那款产品 正好在美国做发表 我说你去考察这个 然后呢老爸呢 就去香港解释大学去考察 因为到底我们是华人嘛 我们是华人的话 我知道 而且我那个时候 我在做前面那个公司的时候 在做那个事业的时候 我有很多关系都是在台湾 中国大陆 还有香港 还有一些韩国日本 都是亚洲的人 要移民美国加拿大 所以我的关系在那边 我说我呢 来考察香港解释大学 哇 我们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儿子呢 他就说好啊 既然是老爸出机票 那个时候 那时候早期的机票只有300多块 后来一直拖到最后一天 各位都知道在美国 在北美的机票 如果最后一天买机票呢 那都是贵了好几倍 我说没有问题 既然你有你想要考察 我也希望你去考察 我就让他去那边玩一玩 因为在奥兰多这个城市呢 各位都知道也是一个旅游城市 因为美国总部 所以他 好 那你去 这个机票呢 虽然涨了 这个涨价的这个差价部分 由我来补充 本身机票300多块钱 还是你自己要出 因为我 我觉得他既然有赚钱 我觉得他也应该付出一点代价 那么考察完以后 这个不考察则已 考察完以后 他回来既然跟我讲说 老爸我决定 要转这个平台 我吓了一跳 我吓了一跳 因为在多大 不管怎么样也是全球 前二十大的一个大学嘛 而且找到了那么好的工作 那么我在想 你这样子就转了 我说要不要先坚持啊 因为我在做结诗的时候 不敢跟各位讲 我是2014年开始启动结诗 2016年的9月 8月多被认定 被9月在公司的周年庆 被老板老板娘亲自把我别上这个钻子 所以我是一直到了2016年的年底 我才辞掉我的工作 我可以说是这一生呢 从年纪轻一直打工拿薪水啊 虽然中间有投资加入这个公司 但是我拿薪水 一直都拿薪水 一直拿到我的退休 所以一直拿到我拿成为钻石的 三个月以后 但是我那时候就劝他说 你要不要先兼个职 这么好的工作 然后在国外上班 因为我在加拿大没上过班 我本来是在加拿大的私乐公司 那么只去了一个礼拜我就不开了 因为我发觉 离我们台湾太落后了两年 所以我就想 大概在那边也就是跟我台湾差不多 做到底 而且那时候我的经理呢 居然比我年轻5岁 我都已经我比他大5岁 所以我就感觉说 哇 我这样子的话 以后他每天要指挥我 我也受不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创严 那么他的部分呢 我就建议他坚持 但是呢 我没想到他是坚持 所以由于他的坚持 也鼓励我必须 因为各位在线上的劫子伙伴都知道 我们是上下共享 对不对 上下共享 我的人脉 我的人脉可以融合在你的人脉 你的人脉也可以融合在我的人脉 所以我觉得 这个儿子嘛 既然 等于是重新闯业了 因为他以前也是打工的 上班的在加拿大 他现在既然把劫师当做一个事业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的人脉 各方面应该跟他要结合 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的年轻人也有他 我也需要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好吧 既然你想干 我也觉得产品不错 而且呢 也达到了 我所要求的五年 这个 各位都知道 我的要求的标准是 这个公司至少要经过五年 没有倒闭 没有任何状况出现的时候 而且呢 我看到了捷师的业绩 从三千万启动 一直到五年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四亿多的这个业额 所以我觉得 是应该 是应该开始启动了 我觉得这个机会时机 可以说是神远最好的时机 我儿子又有兴趣老大 那我的二儿子呢 跟他的媳妇 其实我的老二呢 他本身还在 现在目前还在这个保险公司的债保 他是做软件电脑工程师 跟Eric 你是同行 他那个时候 他是在这个 保险公司的债保公司做软件这个 这个城市设计师 那么他是帮助他的太太 也就是我的儿媳妇 那我的儿媳妇呢 那个时候一开始没看上这个行业 那么最早他是在加拿大一家 矿业基金公司里面做财务 因为他是加拿大 他也是在加拿大练的财务 财经方面的专业 那么他们是用了一年以后的产品 然后后来才开始 经过我在劫师的一年 2014年启动到2015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应该是 应该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 我已经是达到了这个红宝 准备要往绿宝上冲的时候了 大家看到我 哇年纪这么大 然后呢 这个每个月的收入 那时候的每个月收入至少有 有一两万美金的收入 然后是时间也自由 又不要向他上班时间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呢 没有什么上班啊 没有什么压力的时候 这个情况下好像感觉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实验 所以没想到他也辞掉了工作 也做了 所以他很高兴在哪里呢 Arily 刚刚你问到这个问题 你问很高兴在哪里呢 这是我们家第一次 第一次 全家一起投入同一件事情 全家自己认同皆是这个行业 我以前呢 到了北美来 我也一直都在考察 很有名的公司 比方说A字公司 还有N字型公司 还有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那个美安公司 是 的一些公司 我一直在考察 希望他们也能了解 这个公司的奖金系统 可是呢 我们这两位儿子呢 可以说从来没有兴趣 而且呢 都是应付我 要吃就是 有的没有的吃 然后呢 有时候我把东西拿到他们家去了 有时候我去看了 都已经过期了 他们也不吃 结果没有想到 在杰斯的这个产品 他们居然看好了这家公司 所以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 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哇塞 这真的真是让我喜记彼疙瘩 因为我刚刚这样子听起来 就是我觉得那个威廉老师 其实你也引导的很好 就是你也引导了你的大儿子 想要去一起去那个美国奥兰多总公司 去看一下 那我觉得 其实我们就顺着这个话来 让伙伴来问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比如说 之前我们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香港 或澳门 或举办劫师大学的时候 我们会引导一些伙伴去那个场合 那我刚刚听到就是说 您是引导了您的儿子去那个 美国总公司奥兰多 我也去过 然后去看了一下总公司的一个整个 我记得好像是2015年左右吧 对不对 那个时候的一个全球 那还是全球年会 所以非常令人震撼 那你觉得 什么样子的伙伴 一定要引导到什么样子的大型的活动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 是必须一定要参加的 如果你坚持要在劫师 要有发展 要有成就的话 哪些活动一定会让哪些人去 OK 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呢 我想 线上有很多都是一些我们结识的家人吧 那我觉得 公司的第一个 每年的周年庆 对 不管您是 现在目前在全球有五个城市 不管您是在哪个区域 公司都有办这个周年庆 我觉得这个周年庆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那么这个部分呢 一定要去 那么接着呢 我们每一年 有一个这个 基因领袖培训大会 这个基因呢 不见得 就Lead这个会议 那么这个是一定要去 然后 还有公司在各地的结识大学 那么这次一定要去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因为呢 我们从用产品到相信产品 看公司的后台 了解公司的这个系统 然后听朋友讲 看到朋友的成功 那都是人家的身上的影子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的心态这一关 有没有克服 因为我们讲真的 因为我们本身没有用眼睛亲自看到的话呢 讲真的都是很遗憾的 为什么呢 你要去了解这家公司 它本身 无论在 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划 整个的一个条程 这是第一个 你要了解这家公司 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能办大事的一个企业公司 这个很重要 从它这个规划跟各样的设备 跟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操练各方面 第二个 去到这边以后 重要的是在哪里呢 你更重要的是台上那些成功的人士 你要仔细的去了解 他们到底是 结识公司 做的一个样板规划出来的 还是发生内心的 爱心或者是成功的 第三 更重要的是你要了解 他们在没成功以前 他们是什么样的行业 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当然这里面就包括 什么样的年龄 然后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或者是在用餐 或者是在这个大会期间 我们会碰到这些成功的人士 然后你私底下跟他们交流 你去看一下 在结识里面 你会发觉 越是成功的人 越谦卑 就像我们的潘老师 不是你说 当初我上了钻石 那时候才是心静的钻石 坐在那边钻石区里面 我们在那边 比方说有一个VIP修行室 然后我在想 潘老师给我的印象是 非常温文如雅 有气质的一位老师 那时候我还不晓得 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结果 后来坐在旁边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 他也跟我不熟 因为我是新进来的 后来隔一段时间我就发觉 有几位老师就离开了这个VIP的修行室 然后再过一会儿我就看到 哇 潘老师在台上 哇 我的天 然后他的见证跟分享 很受我鼓舞 也就是说 他在台下的时候非常谦卑 非常安静 而且也不 不刮躁各方面 所以 我愿意这样讲 当初我就是 潘老师给我的印象 就是非常没有 好像说很锋芒毕露那种 然后呢 跟人家的交流都是亲身 文文如雅 所以我很羡慕Erik 你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双站老师在旁边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从这边考虑 不只是只有潘老师 只要再揭示成功的钻石 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 或者是那些双站三站 发觉非常谦卑 反而跟我以前在台湾 我刚刚我就不讲这个公司的名字了 都是也都是很有名的公司 不一样 那他们在台上的封王 那台下也是非常 比较有这个傲气的这一块 反而在杰斯呢 我没看到这一块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跟他们的交流完以后呢 发现他们是来自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背景 然后不同的年龄层 这个时候让我感觉 甚至包括年轻人 就像Erik 你们这么年轻 甚至还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我发觉 这个平台 不要我去再去考虑 原因在哪里 因为已经有这么多年龄层 工作行业不同 然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 都是非常有爱心 那我觉得这语言我特别要提的 完全是当初之所以让我最后启动 我虽然是开始启动 但是真正让我真正启动的 就是我们杰斯公司的一个大爱的文化 这个是让我这种 这种年龄 尤其快要退休了 而且在管理阶层 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最后让我启动的是大爱的文化 我相信今天在杰斯 很多企业家 转到杰斯来的平台 你说他们是为了赚钱吗 当然钱每个人都很希望 但是不见得很急的要把它当作我们这种年龄的第一目标 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司的产品跟这个公司的文化吸引文 那我那个时候考察的时候就是考察这几个点 我发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就是在事业上有成了 他们之所以慢慢把他的企业慢慢把它放下 然后转平台 或者是交给年轻人去来打理这个原来的公司 来转到杰斯平台 其实我们还有一份所谓的社会对社会的使命 就是那这个责任跟使命是哪来的呢 讲坦白点 完全都是老板跟这个杰斯公司的爱的文化 来吸引我们这一批年纪大的人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值得看 甚至我觉得越是 比方说在现在如果有年纪轻的 我知道很多年纪轻的三四十岁正在事业上在打拼的 当你们在这个事业上碰到了一些 比方说比我们更成功的 或者年纪更大的 或者已经成为一个企业老板的这些人 我觉得更应该邀请他们来了解一下 来考察一下 到刚刚我讲的这几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 真的很棒 尤其您提到的那个文化 其实真的是影响 其实杰斯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方向 那好 那我们谢谢卫廉老师 其实刚刚跟我们分享就是说 引导到让大家去一些解释大学 甚至是 这样子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场合 那我们这样话说回来 我也晓得其实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跟包含全球的一个疫情影响 那我知道您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都会 那个什么 中国内地也会跑 然后包含其他的日本韩国 您刚刚提到的都会跑 那您现在这样子的 您怎么去再 就是用Zoom 来做您的团队的培训 还是做沟通 甚至您的团队的进单 入人进新的会员 也是用这种模式吗 还是有不同的模式呢 ok 我们的这个年代呢 跟Arigan您的年代呢 到底是 对 不会 是 可以说是二 二十多年 那么 我们那个时候呢 在台湾 早期的这个做 这方面的行业呢 我们还是习惯 是线上 线下 对 所以呢 事实上杰师呢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考察的时候 我了解 杰师是一个online跟offline 就是线上线下 互动的 那么 所以呢 线下 那么我们来讲的话 是非常有经验的 因为我们在线下 那时候在美国的施乐公司 在台湾的培训 然后也 我也在日本 美国受过训 这一块 然后呢 在线上呢 我们就比较落后了 比较 可以说是必须要不断的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 但是呢 团队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想 刚开始 还没上钻石前 我可能 时间都摆在线下 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开始启动的时候呢 因为 在加拿大 我每一年固定 一定要回去四到六趟 从加拿大多伦多 起飞 大概要飞14个小时 才能飞到 亚洲 所以呢 每次呢 都是要这个 这个 春夏秋冬 这是一定要去的 那为什么要春夏秋冬 因为我那个时候知道 因为我考察过这个亚洲的捷石大学 那时候 尤其是台湾这边办得非常好 那么在大中华的地区办得非常好 大中华这边办得好 那所以呢 所以我就想把捷石大学 大中华的春夏秋冬摆在中间 我会提早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回去 然后呢 结束以后 我会带着团队 在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留在那边 在全国 中国 因为很多国内的一个城市嘛 然后 来 那台湾为什么 为什么我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发觉台湾那时候市场 都被非常优秀的老师 像我们潘老师 哇 那个时候 还有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中瑶老师 林老师 对 林老师 对 林老师 我发觉那时候台湾的团队 已经是很成熟很大了 那虽然我在台湾呢 有很多好的朋友 以前我在全路的关系 这些 可以说都跟我差不多年龄了 但是呢我都 没有在台湾做太多的这个发展 那么我在想 台湾发展的时候 我呢因为就想发展中国大陆 就像我现在 像我现在我在美国的市场呢 其实我不是在洛杉矶的市场 其实我在洛杉矶那时候 担任职位的时候 我也认识很多洛杉矶的朋友 也有很多 我也没去发展 因为洛杉矶各位也都知道 双赚一大堆 很多很多很成熟 我就发展旧金山的市场 因为那时候我发觉 洛杉矶很多钻石 为什么旧金山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发旧金山 跟靠近我的多伦多 这个 这个 纽约的市场 啊 纽约啊 就是美东的市场 那 但是大家发展纽约的时候 我是发展纽德西的市场 因为我的启动比 可以说比 一些钻石的稍微晚一点 我是2014年 才开始 2015年才开始规划 所以呢 我觉得我先到第二市场 我的主战场 先暂时没有办法去 等我 现在我开始慢慢才会到洛杉矶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规划 那么 那么讲到这个 这个 线上线下 我的规划就是从 2017年 我的成为钻石以后呢 在 在 开始跑市场的时候 刚刚开始 因为团队还没形成 那我是 开始先去找我的合作伙伴 那时候都是我亲自 到了2017年呢 我开始 有一些团队出来了 团队出来以后 有团队的领袖 我开始做培训的工作 因为这个部分呢 可能我比较熟悉一点 我就开始做培训推动的工作 然后呢我就带着一些讲师 就是讲师们 我就是 完全就是从 这个 就刚刚讲的 春夏秋冬 然后呢有时候 比较重要的时候呢 我也会带着讲师回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做线下的活动 但是我的线上呢 是也是2017年开始 我其实我的线上这个课程 也是从我成为钻石以后 我开始规划 我们到目前为止 在线上的活动已经三年半了 已经三年半了 那么我们每一周呢 早期的时候 至少每一周有四 四次到五次的讲课 事业说明会跟培训 然后呢 像这次的疫情 我们就利用这个疫情呢 我就办了一个钻石先修班 这个活动 那么蓝宝 蓝宝这方面的学院呢 因为我团队下面的一些红宝 他们都有会去组织 我办了钻石先修班 那么就是一些精英的人事 然后我们办了 刚刚办完以后 那紧接着第二期在今年的9月 我们又会开办 9月到10月 现在目前开办 那钻石先修班呢 我们办的就是 是属于蓝宝以上的 或者是 或者是 进来以后 就是准备要做 经营者的这个伙伴 所以 线上线下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停过 尤其是2017年 2016年年底成为钻石以后 我就开始全面的做 我把时间 大半的时间 花在我的这个 幕后的这个推动上面 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所以其实这样子 听威林老师这样子讲起来 其实您的那个线上 其实已经也很有 很有一个规模了 它在 你看你在 您说你在2017年上的钻石 2016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2017年就开始打造 这样子的一个 线上结合线下的 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所以其实非常的完整 好 那刚刚您提到 您台湾比较 就是 的伙伴会比较少一点 那刚好有 那一天有跟你提到 就是有伙伴有反应 就是说 台湾其实现在的环境 大部分因为 都过得很幸福 那我不知道 我那一天跟你提的就是说 您对于台湾的市场 比如说大家对于 一点小确幸 或者是这样子很 很幸福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 导导 他们的企图心 跟这样子的一个 您有什么看法 后来来到了加拿大 我发觉台湾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然后尤其是这次的疫情 让我们在海外非常羡慕 对 对 今年1月多要买机票回台湾的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这个疫情一爆发 然后呢 好像台湾也不方便 也不方便 我们飞回去 所以呢 就没有回去过年 本来我们这一次呢 我的台湾全路的老同事 我们已经都约好了 这些老同事其实也都退休了 都是我以前在台湾全路的这些 他们都已经60多岁了 都已经退休了 我们都已经约好了 那因为我的亲弟弟 他也是在台湾全路早期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那么他早期的时候呢 是雇政府这家公司 他们曾经有办过一个日本的找金 他是被台湾全路调过去担任副总裁 那时候台湾全路 也打算做这一方面的日本找金的这一块的一个 也是属于这种网络 也是属于这种直销的行业 其实呢 我如果要回去的话 其实是也是要 有很多就是像我们这种年龄层的 那当然能不能做 会不会做 想不想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么好的产品 为什么我不介绍给我同年龄呢 因为我相信在我们这种年龄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亚健康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不要考虑什么生意的问题 只考虑到帮助他们身体健康 那我觉得就很开心了 台湾呢是这样子 后来呢我想 虽然我们没有住在台湾 我们在这个媒体上面有很多看到 台湾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 会转到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去找工作 我现在讲的是不是富二代的 是讲那些打工的 那么由于呢台湾的这个 各位都知道台湾的这个薪水 连续大概有二三十年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增长 那么不可否认的 如果家境很好的话 那也就算了 那一般大家是靠自己 尤其是年纪轻的人 大家都靠自己 不想靠家里的这些有 有志气的年轻人 也是希望说能闯出一番事业 可是在台湾在这一块呢 由于我们早期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我早期在台湾的时候 那个美商全路公司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很多 我们叫做美商或者是 英商欧商或者反正那时候 港商啊这些日商啊 那现在到了大陆就叫外资企业 那在台湾呢我们叫每个国家 美商日商 那我到了大陆去以后发觉 这些我在台湾 各位都知道我们是全路 全路那时候我们很多机器 都是这些外商公司 只要来到 只要在美商日商各种外国公司 来到台湾设公司的时候 可以说是闭上眼睛都指定 是一定要有全路的设备 所以这些 我当初在做全路的时候 跟这些公司的 至少都是经理级以上的人接触 甚至有时候 要跟他们的副总经理 总经理开这个会 怎么样把全路的机器 在他们的办公大楼 比方说在二楼跟三楼的楼梯间 这个流程怎么样 我当初在做全路的时候 我是做了一个规划 然后把它设计流程图 然后你三楼的下来 二楼的上去 然后在这边摆一台 然后在另外那边再摆一台 然后在哪里面摆一个总台 我们那时候设计全路机器的时候 我们这边随便提一下 我们不是像那个销售 一台一台销售 我们是整个帮它公司做一个规划设计图 机器放哪里 可以让人工的效率达到最高 大家不会节省太多的浪费的走动的时间 我们当初就把这个我们叫Proposal 就是建议图 所以我那个时候接触了这些外商公司 他们后来也都搬到中国大陆去了 我又在中国大陆 从事的是美国加拿大的投资移民 他们搬到那边去 然后我到了那边去看到这些外商公司 也在那边在中国大陆 所以台湾年轻人会往那边走 这个当然无口后非 因为大家同样的 为什么的这个收入会减少 那当然也就是这二三十年 整个台湾的经济 可以说是比较稍微受到一些阻碍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年轻人 现在来讲的话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本身在各方面来讲的话 也都是一个素质 各方面也都是在全球 也都是可以说是跟我们美美 美国加拿大都是平起平坐的 也都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我觉得 但是呢 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 各位可以知道 疫情的关系来的时候 很多人包括中国大陆也都一样 国内的年轻人也失业率很高很高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 我常常喜欢跟我的团队的年轻人伙伴讲 我说当你怀才不遇的时候 在现阶段疫情的 当你怀才不遇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去找工作 处处碰壁的时候 何不妨换一个思维 考虑这种像杰斯公司这种 轻资产投资的一个事业 可以考虑自己来一个创业 因为年轻人呢 如果不靠家里 你说要有一个资本 拿出一百万两百万 或者是五百万一千万 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不靠家里的话 你如果要靠你自己 那但是呢 为什么不考虑哪一个创业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曾经在2015年看了一本书 叫财富第六波 我相信各位手边都看过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讲到财富第六波 就是所谓的在家微创业 那么这一次 这个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来了 各位可以看到 有很多新兴的行业 都是透过互联网在网上 可以说是加速这一块行业的趋势 这一次的疫情过后 我相信有很多的事态 跟这个很多的行业的经营的工具各方面 可以是提早的至少五到十年来到了这一次 等于是这次的疫情 所以我们常常讲 疫情虽然是一个灾难 但是从另外一点也未成不是一个 未成不是一个给我们年轻的一个警醒 让我们警醒知道 以后在家微创业的这个事业 会越来越成为主流 所以如果在家微创业的话 就无所谓 你一定要到台湾来工作 或者到美国来工作 或者到新加坡 或者到大陆来工作 可以说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很多 比方说像Eric您这个专业 很多人像我那个小儿子 现在几乎都在家里上班 他们属于电脑程式升级 然后他在家里上班 我看比他在公司上班还忙 我本来以为在家里上班就比较有时间了 老爸过去带我出去吃吃东西 没有他常常在家里 一下子跟新加坡的跟香港的 因为他们的保险公司的债保工资很大 在全球也是差不多将近 有将近好几十个分公司 在全球各地香港台湾还有日本 这些新加坡都有 我看他常常就是在这个Zoom上面 就是微信上面 不是Zoom上面 电脑上面就开会议 他们就常常这样子 所以更忙 那么这个趋势已经来到了 其实在2015年看到那个财富第六波的 财富第六波的就讲到了 在家里创业是一个趋势 但是那个时候心想至少要十年才会到一个成熟阶段 但是没想到这次2020年提早促成这个趋势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觉得线上来讲的话 那么因为这样子正好各位如果了解解 杰斯的这个所谓的后台的这个奖励系统的话 你会发觉杰斯其实在2009年已经推动全球在线上的一个网购的一个生意 然后而且他还嫁接在全球一张网 在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能上网 你就可以做到全球的一个生意 然后他把这个平台已经嫁接好了 所以我觉得刚刚Eric提到 我觉得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国内的这些年轻人 我觉得这些是你们的专项 因为你们从小就是接触电脑互联网 可以说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长大的 你们就像我们可能要花一个小时才能了解 才能做到的工作 你们可能只要花十分钟 所以你们在这个效果上面一定比我们这一代的人 更熟悉运用这个电脑 像我每次碰到这个电脑 我还要请我的儿子来帮忙忙 还好我们家有一个软件工程师 他会帮我认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是你们的时代来临了 所以我觉得刚刚Eric问到这个问题 我建议所有电脑 包括我跟我两个儿子在讲 你们现在目前借着结识的这艘航空武器的这个大平台 借着结识搭建的全球 就有点像我们做全球的贸易 以前我们做贸易的时候还要 怎么努力也就是那么几个国家 可是今天你们在结识上你们可以坐在电脑前面 手机上面就可以做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生意 那么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后台的运作 不需要我们送货 不需要我们收钱 我们只要分享 我们只要分享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到全球 我常常跟我的伙伴还有我的好朋友讲 我说我这一生碰过两次 我为什么分享 第一次我在台湾全路公司就碰过 它是全球的全球的创新的一个 刚刚讲的干涉设备 你们知道全路早期的运作模式也是全球创新 它只租不卖 你知道在三四十年前 大概在70年那段时间 东西都是卖出去把钱收回来 对不对 各位可以看到销售 但是全路居然推出是不给你 我不卖给你 你的保养 你的所有的耗材设备 全部我全路的服务人员来 然后我们有一个系统是服务的小姐 直接到公司行号抄影音机上面 我们装了一个码数 我们就抄那个表 每一个月到三个月的 然后算下来一张多少钱 我们就收它租金 我们只把机器放过去 所以在全路的时候就是创新 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吸引我 但是没有想到到了我快要退休的时候 居然结识公司又是两个创新 一个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都很清楚 一个是我们的保养保健 我们的增强我们的免疫 居然是创新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修化系统 以前我们吃的都是 都是让器官保健 到了结识的产品创新 跟我当作的全路是一样 第二个 它的运动模式也是创新 它居然是消费者变消费商 就是说你不需要投资 你只要消费 你就开始投资这家公司 同时你如果参与这家公司的运作 分享的时候 组织培训 你就开始进行这家公司 对不对 各位可以想想看 消费者到分享者到消费商 就是我们在消费的同时 我们就已经开始投资这家公司 我们在投资这家公司 我们跟着这家公司成长 只要这家公司赚钱 我们就可以分红 各位可以看到公司这个方式 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 是只有钻石才能拿到3%的 营业额的分红 现在公司最近 后面最近这几年 每一年都会开放一次或者是两次 开放 就算是你昨天才进入捷师的会员 你都可以有资格成为 捷师的分红的股东 2%的 而且这个2% 3% 他居然是营业额 那比我的全路更牛 我们在全路做的再好 还没有分红 在捷师呢 当然这个是时代不变了 因为你不能拿40年前跟现在来比 那现在呢 我连对捷师还没有贡献的 我昨天参加捷师 我今天还没贡献任何事情 我只要买一套我自己的 给家人保养的一个产品 我居然就成为捷师的2%的 有资格成为他的分红股东 这个在全球也是创新 所以捷师又是两个创新 所以为什么 当我看懂捷师以后我发觉 这就不是我当初40年前的 参加美国全路公司的一样的情况 所以可能各位在现在年轻人 你们没有赶上我当初在那个时代 但是你们赶上了这个 而且我说这个比原来那个更好 因为这个还有成为补东分红 补东分红的机会 对对对 我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因为我觉得威廉老师其实您的思维逻辑 真的就是理工科出身的 非常的逻辑非常清楚 也非常感谢 那最后我还想要请教威廉老师 你可不可以 因为我知道你 你常常就是带着全家人都是出国 达成公司的一些设定的目标 那你可不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怎么去设定这些目标 然后怎么去完成它好不好 作为今天的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访谈的一个结束 是 好的好的 设定目标不敢当 但是我觉得我们人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为了生存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工作赚钱 但是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有能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提升的品质 所以我相信台湾 台湾还有我们国内的好朋友 现在陆陆续经过的努力的一段时间 也可以达到出国的旅游 但是呢 能在出国旅游 你可以把手机关起来 同时呢 等你旅游完以后 回来以后 你能打开手机 发现你的收入居然比你 关手机前 还没有做任何事情 你的收入还在源源不断 那么我认为呢 这就是一个管道的收入 对吧 你要一定要有个管道的收入 那么 而且这个管道呢 是24小时 如果说你只是白天大家都在工作 你才有收入 到了晚上大家都睡觉 也不行 所以因此呢 你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旅游呢 那么我们就要旅游 因为我记得我在创业那段时间 甚至到了加拿大 一直到还没退休的时候 我每次带着家人去旅游 我讲真的 真的我对他们很抱歉 就是我有时候呢 常常会接电话 有时候呢 常常会处理事情 有时候他们在前面旅游的时候 我说你们先走 我在后面 我在后面 我在后面就处理事情 所以 刚刚提到这个旅游呢 结识公司 这个旅游真的是太棒太棒了 一来我们能达到的理由 一定是我们可能有自己 已经有了管道 有了团队 那么有些人呢 不见得说是要在结识上面赚钱 但是呢 可能他们在财富上面 已经达到了时间跟财务的自由 他们要的就是什么 要的就是一些跟来自全球 全世界的人 还有包括跟年轻人 因为我们这种年龄 各位可以知道你以前我们所谓的能有资格理由 都是跟一群差不多同样的 可是在结识啊 我最高兴的是什么 我可以跟二十几岁的人玩在一起 我可以跟三十几岁的人也可以玩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是自力于帮助人们健康嘛 那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在玩的时候都很开心 而且呢 结识帮我们安排的这个高大战的理由呢 很多事情都不要我们操心 从机场轻松啊 各位有去过的都知道 对 那么目标的时候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 有必要让团队伙伴们一定要认清楚 因为有很多人来到了解释 他并不是 对不起啊 没事 稍微等一下 我这个电脑的这个电池 我稍微要把它冲一下 好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的 因为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分门别类 来到解释 有的人是认同产品 有些人是认同解释的运作模式 但是有些人是认同解释的生活 品质跟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当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旅游的时候呢 我们在团队里面一样 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我们在团队里面的消费者 分享者跟经营者 然后把他们区分起来 然后当然呢 我们更希望那些纯粹是消费者的人 可以鼓励他们 赢得解释的两位 解释都是双打 就是邀请你最好的这个闺蜜 或者最好的朋友 或者是 这一次邀请爸爸带着爸爸去旅游 下一次邀请妈妈去旅游 或是邀请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另外那一半 所以我觉得呢 当旅游来的时候呢 我觉得 最 我最早的规划 是先看到他们是单亲母亲 那么就带着孩子带着女儿 如果是是夫妻两个 就带着夫妻两个 如果是都没有的话 单身的话 可以带着你的合作的伙伴 你准备要看这个事业的伙伴 我觉得每一个人呢 你先跟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目的 了解完以后 然后呢所谓的规划 大家一起坐下来看 达到了这次的这个分数 应该是多少分 然后 这个里面是又是牵到 我觉得杰斯的这个理由 让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 这个 怎么讲 就是在推动团队的 就运作的这些 算 算这个 领导好了 或者是方法的时候 我们更容易跟这个团队的伙伴们 接触融洽在一起 然后帮助他们 当你越帮助他们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自己呢 根本就自然而然 就达到了这个旅游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先要了解他们本身想不想 愿不愿意 有没有合适的亲人 有没有合适这次 然后我们从一开始 就帮他们做一些推动 然后呢跟每一层的好朋友 每一层的团队的领导 要求他们 是不是在这方面 能多往下面 去了解你下面的伙伴 你跟你的合作伙伴 能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 那你知道尤其是在旅游的这个过程中间 最容易大家在一起 可以说是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障碍 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也没有任何的阻碍 然后大家在一起可以那种感情 然后回来以后 不管他是不是要把解释当做一个事业 但是至少他认同你这个朋友 在这方面 大家在一起的接触 我觉得旅游呢 这个公司推出来的旅游呢 各位如果没有去过的呢 真的是值得去一次 然后呢当你去过一次以后 你就会发觉 你每次都这样去 是是是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威廉老师 跟我们真的是畅所欲言 真的是解答很多伙伴的一些想法 其实他对于 我们台湾的其实很多的伙伴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台湾的 其实对海外的钻石 或者是其他的成功的国家的领导人 都非常的好奇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有机会 再来邀请威廉老师 来为我们做分享 对 然后今天非常谢谢 那是我的螺族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威廉老师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的主持 我们的那个主持棒 就将会给今天的潘老师 潘老师 嗨 真的今天呢 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那个威廉老师 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 我这么实用 这么接地气的一些方法跟心法 那我也很感恩 那我也很感恩 威廉老师 真的是 你今天分享真的是太棒太棒了 那已经在中间的时候 我的伙伴就已经 已经敲我说 是不是可以把今天的这个整个录影下来 然后给他 因为他觉得今天威廉老师的分享 真的太实用 尤其对他们年轻人真的是太实用了 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 威廉老师 这么辛苦 在多伦多现在是一大早 就愿意这么起床来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我们所有线上的家人们 都要怀着感恩的心 谢谢我们威廉老师 那也谢谢我们向传 这么忙这么辛苦 去了花莲 然后连忙赶回来 收了很多大单 等一下他结束后 马上又要到台北火车站 再去谈一个大的case 那也谢谢向传这么用心 帮我们跟威廉老师 挖了这么多的宝 那今天谢谢所有线上 我们的伙伴的一个收听 那也期许 我们下个礼拜一可以 再上线 那下周一呢 是由我们向传 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公司 最棒最棒的奖金制度 以及劫师的生活方式 所以各位一定要准时上线哦 那也预告一下明天是公司的 Jenice Live 有我会在线上跟各位做一小段的分享 那也欢迎各位可以上线做收听 然后明天早上10点有威廉博士的一个 产品的一个讲解 那各位在家就可以做结诗事业 在家就可以发展你的全球事业 所以好好把握结识这份事业 好好的把它发扬光大 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这边 谢谢各位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就辛苦了 谢谢晚安 威林老师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威林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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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奇 谢谢 谢